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成家沟 国际太极拳交流大赛 20年前 少龙就从英国来到成家沟 假如有一天你彻底地离开了成家沟 你最怀恋的是成家沟的时候 会怀恋这种很随意的人情味 会感觉孤独 你在那里就会感觉你不会被人约束 成家沟位于河南省交作市 温县城东五公里处的青丰岭中段 这里因武术而闻名 是太极拳的发源地 这里的村民从小练拳 长大娇拳 武术已经成为这里的支柱产业 而武孝就是支柱产业的基石力量 1980年 在县政府的主持下 陈家沟太极拳武孝成立 这是陈家沟历史最悠久 也是迄今为止唯一的公办武孝 40年来 从这里走出去的拳师 将太极拳馆开遍中国360余座城市 和全球100多个国家 极大的推动了村里太极产业的发展 都说太极拳只能养生 但眼前这一幕改变了我的看法 这里就像是一个古老的烟屋场 满是力量的较量 少龙拉开了师兄弟 带着我去见师父 我们把这次的一家都快乐 我们的变成了最好的 他收居住了很多 有一些不少 这种 他去了很多不同的国家 中国南基和德国南基 哇 measurement 歌 完了 咱们 师父叫做陈自强 陈家沟人 陈是太极拳二十世敌传人 多年前 我和师父在武林大会的比赛中相识 但这却是我第一次看他练舞 因为太极拳的发招依靠调息运气 所以少龙制止了我打扰师父 太棒了 陈老师 陈老师 太棒了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路上辛苦了 不辛苦 不辛苦 你怎么样 挺好的 中文很好 就是没想到我还刚开始用英语跟他讲话 我安排他去接你了 这两天事情特别多 差不多 为了主持这次太极拳大赛 我在陈家沟住了下来体验生活 而这正好让我有机会揭开 陈家沟这座太极村的神秘面纱 陈家沟以武力尊 和谐圆融的人际关系 恰恰恰恰反映出 恰恰恰运出村民们一直严格恪守着传统的文化与美德 陈家沟 陈家沟 陈家沟的饮食 陈家沟的饮食以艳为主 我在这的第一顿早餐便是肉夹馍 家在沟里的除了羊肉 还有这里的特色会面 在陈家沟有句老话叫 试完嬷嬷去练拳 在物产并不丰富的年代 勤奋的村民为了练武 开创了合二为一的吃法 嬷嬷养育了一代又一代的练武人 陈家沟的村民不到四千人 但每年到访的游客学全者 欠动了不绝 爱意爱意 就是这个很好很好的一种 下下下下 漂亮哦 你会笑我吃早饭都高兴了 师父陈自强 从小跟随父亲学全 在全球超过一百个国家交洗弟子 但他却安于陈家沟的生活 今天是7月28号 三天以后我们要有个选拔赛 所以说大家今天的训练的时候 一定要积极主动 同时要跟着教练练的时候 脑子要放开一点 所以希望在练习的时候 一定要认真 还要动脑子 为了在本次太极拳国际交流大赛 取得更好的成绩 陈自强将于三天后 从弟子中选拔出最终参赛选手 代表陈家沟参加本次比赛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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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到中间 拿鞋 拿鞋 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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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 放 放 放 然后 陈晓鑫 地地道道的陈家沟人 1960年代起就开始刻苦咽泉 是第一批把太极拳传播到海外的陈家沟人 这张照片是我去波兰郊区 在那首都那时候去纪念馆 去那里参观了 英国学生 似乎你照上相 留了一张照片 陈晓鑫的经历是一代陈家沟人的奋斗使 他们通过不懈的努力 把陈家沟的名声远播海外 也让自己从普通村民成为了一代武术宗师 太极拳看上去简单飘 但练起来才发现 想要打出这样的漂亮动作 需要今年累月的训练 带博的姐姐叫做薛灵 陈家沟人 她练舞已经超过三十年 应对故土的眷恋 选择留在村里生活 以薛灵为代表的村民身上 流淌出的民景甜淡 也正是陈家沟的气质所在 呀 是 你好 我是Sisi 是 我认为Michael 是Michael 我认为Michael 你从Norway lux 你继续在这里 我一直在这里 找了大陈 这是十字ulan的艺术 这是十分难以为 我喜欢身体 admins 在麥克的眼中 就像李白是中国诗歌的象征 陈家宫已经成为太极的象征 尽管与外面的交流越来越多 但陈家沟的村民仍保持着 简单生活方式 村里的孩子们从小被送到午校 面对单调的集体生活 一顿训练后的午饭 也能带来简单纯美的幸福 这让我明白 为什么外面的人来了 就不想回去 那我给你找到 拿大眼球拿太多了 一点点 一点点就知道 好了好了 谢谢 这里 二十年的变化 现在这边都去榜子了 这里是五十多三个一线的图案 整个村团都是这个样子 像你的照片 虽然现在看起来有阶段 比较逛 就是 当整个村团都是这个样子 那个时候我不太留意 就是 他们那个村团那个团是什么样子 然后我就感觉 现在开美来的时候 我就觉得 我挺喜欢这个 我都要还 这些地方呢 都是代表 就是 就是 二十年 惊喜对比 神价格发生了很大变化 更便捷的交通 更富裕的人民 而古老的村落样式 也仍然得以保留 你要发动是不是 对 开始 在陈家沟 太极拳的影响 已深入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哪怕是一场球赛 都和别处的玩法不太一样 摔跤 是体现太极拳法精髓的一项格斗技能 在决力中 寻找对手破绽 借力打力 四两拨千斤 但是 想从对方持球人手中抢球 只能通过一对一的摔跤 否则将被判罚犯规 正是这样的成长环境 让陈家沟成为武术家的摇篮 陈家沟太极拳 已有近四百年的历史 但有外界传言 在最近一百年中 陈家沟人曾未躲避战火 背井离乡 导致拳法失传 这期间发生了什么 为了寻找这个答案 我走访了陈家沟最年长的小架全传人 我两儿 两女 婚姻都出嫁了 儿子都不在家 一个大儿子在歇 小儿子在教授 您这里种地吗 我标准的农民 我种了一辈子地 我不知道别人怎么讲 我自己来讲 家里面 后辈会 因为探险几百年历史的 你和我战争 如果在我们这个年龄段 如果再不继承就担待你 有个老头 当年人家在那里练的少林拳 教了不少徒弟 我去了以后 我们带一个台海河的来 人家带着一家徒弟 来学咱们的小雅琴 当年他都七十多了 我才三十来岁 这个可能是我第一次做的 这位看似平凡的陈家沟的村民 另一种身份 却是太极拳的传人 为了保住祖传的武功 重力之余坚持练拳 忠诚一代宗师 这样的故事 在陈家沟的村民身上 一代又一代地上演着 庞飞河南人士 在陈家沟生活了十年之久 这次比赛对他来说 将是一次大考 比赛之后他将离开这里 自己去闯荡一番江湖 而少龙也将在比赛后 离开陈家沟 来试试 再来试试 嗯 嗯 嗯 很香 哦 嗯 兄弟 吃完麻菜 干不干 可以 看清楚了 看到的时候水比较厉害一点 多年的陈家沟生活 已经让这里成为他们的心灵故乡 除了武术 少龙和庞飞在陈家沟更收获了友情 亲情 陈家沟每年吸引着数以万计的学权者 他们或长或短的生活在这里 既是引擎拉动了陈家沟的经济增长 又作为使者把陈家沟的名片传扬出去 陈家沟又迎来一场大喜事 因为二十世全师陈自强先生在收新土 现在 如今太极拳已是文明世界的武术拳法 但收徒仪式仍然遵照古法 他体现着陈家沟对于先贤的敬畏与武学的传承 今天又有新土入门 我们现在在外面交权都是我伯父啊我父亲啊 他们以前走出去给我们开辟的路线 我们呢就是他们退休以后呢我们就又承接上了 承接上呢我们又在他那个基础之上呢又开辟了一些 在两代人的不幸底下太极拳成功拓展海外 这不仅传扬了中国武术更给陈家沟人带来了经济繁荣 你看我们小的时候穿的衣服又破又旧 陈家沟呢到处都是坑坑洼洼 不像现在呢都盖的新房子穿的都很好 吃也不愁生活也不愁嘛 所以陈家沟也是在不断的变化 更大一点呢就是说在政府的领导下呢 陈家沟呢整个呢都是在做一些改革开放的一些景区的变化 所以说更好地推动了我们这个泰拳的发源地 重温上午是陈家沟的古训 陈子强的小女儿也从小就开始了武术训练 你比她大了五个月是不是 你比她大了 你可能再欺负弟弟了啊 我没有欺负她 没有欺负她 明天就是我们的比赛正式开始了 比完赛以后呢 大家呢可能就有的会离开学校 有的就可以行走江湖 希望大家在外面教拳的时候呢 要遵纪守法爱国 同时把太极拳的推广出去 最后祝大家在比赛中取得优异的成绩 陈老师我特别想听大家一起唱首歌行吗 嗯我们真是有歌 就是我们的笑歌 那来一首呗 那行我让他们唱一首 王中行带着大家唱一首歌 把我们的笑歌唱唱 这是一场告别宴 比赛之后 彭飞和少龙都离开陈家沟 但我始终相信 他们还会在这里相会 因为太极是圆的 而这方水土永远都是我们心心念念的 美丽香村 尊敬的各位拳友们 各位老师们 大家上午好 大家好 我是吴双 今天非常高兴能够来到 陈家沟太极拳学校 来见证群上遗柱的这个节目仪式 那首先呢 2019年 陈家沟的一位拳师 在南太平洋上救治了一位病重的酋长 酋长为了报恩 在2020年 将当地特产的百年神木 跨越万里海江 送到陈家沟 全上遗柱由此而来 2020 中国陈家沟 国际开启拳交流大会 隆重提报 中文字幕提报 台影朝 故天八方 大疆南北 武漢四阳 大赛开始 分为套路表演和散手对抗两肋 上千名拳手竞相登台 我的身份变回这场大赛的主持人 太极拳不仅是陈家沟的特色 更是陈家沟的制服产业 陈家沟依托太极拳发源地的 全球影响力 通过武术培训特色文旅 及周边产品打造太极拳特色产业 带动乡村致富 通过国际交流比赛 太极拳学院创办 持续输出中国武术文化 近五年来 陈家沟吸引的全球投资总额 已超过40亿元人民币 这次比赛 少龙和彭飞最终没有交手 彭飞参加了散手对抗比赛 最终获得了亚军 而少龙参加了套路表演 最终获得一等奖 他们的故事暂且说到这里 我也即将返程 但临走之前 我去了一个特别的地方 黄河 我来了 滔滔黄河 鸟鸟落水 二水交汇 孕育了陈家沟的太极原形 这是华夏文明和图洛书的出处 陈家沟以太极权力村 在一代又一代村民的不限努力下 从一个默默无名的小村庄 发展成为世界知名的武术圣地 在全球文化融合的大时代 陈家沟人用自己的方式 找到了一条文化与经济并进发展的 乡村振兴之路 如今 陈家沟不仅是太极权的象征 它更是中国在世界舞台上 一张闪亮的名片 我们将继续寻找下一个美丽乡村